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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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棍的部分 那棍的话我们就取杷 鉛组 60公分就好 不用很多 那棍的部分就全部用这个 十二龄的日本小猪 這裡我們要加一顆 基本上如果是 我們接下來要做佩奧特 佩奧特的話要一個擋珠 所以只加一顆十二能日本小珠 作為擋珠使用 這樣子好 那尾端大概留個十公分就好 就好 尾端留十公分左右就可以 十二能握住就好 那這裡加幾顆 偶數就可以 你要加十顆十二顆八顆都可以 只是它長短的問題 扣具長短的問題 那我要示範不要加那麼多顆 那我講義是寫十顆 那我不要 我加八顆就好 可是這個要跟這個扣具做搭配喔 這樣 你要搭配喔 這個寬度要大於這個圈圈 否則太小的話 你就沒有意義卡 沒有辦法卡住 那我八顆稍微可以 那我八顆比較快速 就不要加到十顆 加完這個八顆之後 因為它就是佩奧特的編織機法 我放平的 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加一顆珠子 十二零 這個通通十二零喔 隔最後一顆 來現在擋珠在右手邊 對不起 擋珠在左手邊 現在右手邊 針在右手邊 加了一顆十二零珠子之後 然後回穿 往右回穿 由右往左前進 右側第二顆珠子 隔一顆 隔一顆前進一顆 這一顆 好很明顯喔 大鼠就是右邊的進來第二顆 由右往左的方向前進 那我要拿起來囉 這裡很重要 這個拿起來之後 我們要形成一個品質 很完整的一個品質 一個品 而且它所有的洞口 都在同一個方向 那現在我是因為拿起來 但是我如果要放下來的時候 它會變成是 我會拿這樣子編 一個品質 就是真正的品質 然後洞口全部朝上下 不是左右 再加第二顆珠子 佩奧特他編第三段 因為這樣子其實 我等一下再講 現在編的是 你記得加第一層的那個 加珠子的時候 一定是加一顆 隔一顆 前進一顆 跟剛才那個 起編的這個 80圈的那個一樣 只是這裡是加一顆 而不是加三顆 加一顆 隔一顆 前進一顆 它都一直是一個品質 一直疊上來 所以這裡 這已經是剩下兩顆了 我們加了一顆珠子之後 前進 都是隔一顆 前進一顆 那這顆是扣 那個擋珠 所以它是不需要前進的 那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它有沒有這樣子很平整的 看 這裡 它會有這樣子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所以這裡有幾段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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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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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段 那我們現在要編的是第四段 第四段怎麼編 在這一個缺口 在這個凸起來的第三段的中間 都在補一顆珠子做第四段 所以我要拿起來 那是不是一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讓那個線前進的方向 都是由右往左 除非你是左撇子 所以我們都是前進的方向 一開始線都在右手邊 加一顆珠子 前進凸起來的那一顆第一顆珠子 再加一顆 再前進下一個凸起來的珠子 因為我剛才是加8顆 所以它會是只有加4顆珠子 這一段就會只有加4顆珠子 再加4顆珠子 這個棍的那個扣具 我們沒有分顏色 如果你是佩奧特的那個 有些吊飾的話 它有圖案的話 它就會有顏色 你就一定要注意那個上下的問題 第一段第三段的問題 如果你有配色的話 你要注意它的位置 如果沒有像我們這個都單一顏色的話 你把低段的翻 就兩個位置對調的話 它不影響 它沒有影響 好 那現在是不是線在左手邊 記得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要把它翻到右手邊來 所以我們要旋轉直帶過來 那變成是 前進的方向都是由右往左前進 那加了珠子 每一段都會是加4顆 把它放好 放平 加4顆 這裡 一樣都是加1顆珠子 前進突起來的這一顆 好 這個一定要拉緊 那個才會明顯 有沒有 凹凸凹凸 好 就很明顯 那一樣就是加1顆珠子 前進突起來的 那它是不是也加1 隔1 前1 它看起來是中間隔1顆 所以它還是一樣 就原則不變 它還是加1隔1前1 只是剛好 那一顆就是 它是在那個 比較下面 在前面那一段 而不是在這一段 所以它還是一樣 那你要記得就是 它是補在那個 凹槽的那個位置上 這樣你就不會錯 不可能 好 就都是加一顆珠子 前進一顆 那就是把握那個原則 就是它補在那個凹槽的位置上 那你要加幾段 因為這個圈沒有很大 棍就不用做很大 好 那這裡你看 它兩邊都是 看一下 這裡 這裡是凸 這裡是凹 對不對 對 在底下這一段來講 這裡是凸 凹 凸 凸 凸 好 凸 過來就要凹 但是它兩邊都凸 所以就不行 要再多支一段 這樣知道嗎 看喔 這兩個都是凹 這兩個都是凸 凹 凹 這樣子沒有辦法 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是要多 再多一段 就會變成是 再補這個 凹槽的部分 再做一段 好 那做一段之後 就會變成在雙邊 上下來講 它就一邊是凸 一邊是凹 它才有辦法密合起來 這樣子 它是不是就變成是 這邊是凸 這邊是凹 好 這邊是凸 這邊是凹 這樣就可以密合 這邊凸 這邊凹 這邊凸 來看 右手邊這裡是不是 一邊 這樣看不出來 這樣這邊是凸 這邊是不是凹進去的 那在這個第二個三顆來講 底下是凹進去的 上面是凸出來的 好 它就剛好是 一邊是凸 一邊是凹 這樣子 那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把它捲起來 因為它很小 你就是這樣子把它上下捲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人人的棍子 好 那要把它密合起來怎麼辦 現在就是 都一直前進 但是會變成是 一次前進左邊 一次前進右邊 一次前進右邊 所以就 現在現在 現在 右邊嘛 那我就先前進 就是 來 你這樣講 現在線是不是在上面 那我要前進的是 下面的這一顆 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在前 都是前進凸的那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現在來講 它是不是凹的 這一顆是凹的 所以它要前進這一顆凸的 我先不拉起來 然後再前進上面的這一顆凸的 然後再前進下面的凸的 然後再前進下面的凸的 這個意思 好 那我現在要把它捲起來了 所以我捲起來之後 這個比較小 所以你會比較不好握 就把它這樣子做成凹槽這樣子 然後趴 左右 密合起來 好 那前進的時候 你就看 像這個 這裡 它現在兩個都是第一顆 接下來前進第二顆 前進第三顆 這樣子 好 因為它剛開始的時候 都第一個 跟第一個 一定要密合起來 才能開始 好 再1嘛 然後再2 3 然後再4 4 5 6 7 8 好 那就有一個問題 這個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兩個第一顆都有密合起來 那最後一顆也一樣要密合 所以它要反方向回來 那我們利用反方向回來的時候 再反這個線 這全部都再回穿一次 一樣就是左右左右 那你到時候你會看不清楚 那你要記得 你就是不要這樣子 看得到嗎 不可以這樣子看到針 你在回穿的時候 不可以這樣子看到直線過去 看到針 一定是針要隱藏起來的 現在這樣子 等一下就換 右邊走 往右邊走 往右邊走 這樣 它針是看不到的 好 然後再往左邊走 再往這邊 往左邊 再往右邊 它就是要這樣子 左右左右 這樣子把它密合起來 那你也不一定要在 那個 同樣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在剛才你走的那個路上 如果沒有辦法 你就是 就是 左右左右走 沒有關係 好 就跟那個 然後這個擋珠 我們等一下把它拿掉 那這裡它就變成一個棍 可以放在這裡的棍 那這裡 我會再做一點點的裝飾 它上下會是三顆三顆 這邊三顆 這邊也三顆 那這裡我就會把它 前進到這個最外圍的地方 頂 不可以在中間 那我會加一個小小的珠子 再做裝飾 你要加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好 就是讓它有一個亮點 這樣子 那我就加個80的珠子 再前進到這裡 一顆 其他的另外的旁邊的一顆 但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三顆珠子 那它會變成是 不同 那個方向的問題 會側一邊 所以我會在前進 剛才沒有前進的那一顆珠子 然後再把這個珠子 再穿一次 這樣子的話 它的力量會比較平均一點點 它就可以把它手線收掉 那另外這一邊的話 也一樣就是 跟剛才這個方式做一個 那這裡 如果你要跟項鍊結合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 這個一定要穿到 要前進到中間的這個位置來 扣距的這個 棍的這個 中間的那一顆珠子 那等於是要到 扣距的中間 棍的中間 然後這裡加五顆珠子 跟剛才那個圈的那個跟項鍊結合的地方一樣 但是如果你的這一個棍 就是說比較長的話 這個珠子要增加 如果你的棍比較長 這個棍我現在是用八顆 如果你用十二顆它會變長 那變長的話 你要穿過這個扣距的時候 你需要的角度比較大 因為你要比較多的緩衝 所以這一個這裡接項鍊的這個棍 這個棍的地方 就要可能變成 我本來那邊加五顆 那可能就要變成八顆 讓它變長 然後才接到這個 這個項鍊 跟項鍊結合 這樣子 這個要讓它變大 為什麼 我等一下做好給你們看 好 因為我們剛才是從中間 那一樣回到中間這一顆 這樣子 它變長 因為變長的話 你才有夠的那個空間 可以讓它這樣子 穿過那個扣距 這個這個後面還有長度 可以讓它拉出來 放下來 如果你這個不夠的時候 你可能棍沒有辦法全部拉出來 你會很辛苦 所以變成說 你這個 接棍的這一頭 你可能要多幾顆 然後這樣子才可以卡住 才會變成一個全棍的扣距 這樣子 最好是要搭配線 今天是要給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粉紅色應該要搭白色的 我怕會看到 今天是說 Marketing 日本人 10分 離開 你就不想要了 那些小朋友 做婚法 感谢观看